攻击总决赛第一场 梁农队9分战胜新疆 之前我就说啊 总决赛就这个系列赛 梁农队就是轻举新疆 很多球迷说啊 你这一天这不低调啊 我真服务咱有些梁农队球迷啊 真的 你这是你该嚣张才不嚣张 该低调才不低调 你面对你广东那么强的一个就是那个内线 包括外线 胡军选和那个徐杰那么强的一个防守情况下 你还天天说你梁农队要赢了 这种情况都敢喊出来 你打新疆里面的余德豪有这种后卫线 我说梁农队赢了你们 你们告诉我说要不保守啊 你们一天跟我开玩笑呢啊 余德豪包括这个新疆队现在输球总的原因就是 他整个后一线限制不了赵击伟 你就连新疆 就连广东队是这么强 周期家胡农萱这种阵容 全场包着赵击伟 包括那每个接应点 新疆哪个接应点 说把梁农队接应点都给掐死了 广东队能做到连赵击伟运球以后连接应点都掐死了 阻止梁农队进攻 这种情况下 在周期受伤后都没赢 你告诉我新疆队拿什么赢球 你新疆队你包括李安哲 你有周期那实力限制寒德农吗 你包括吴万锦 你有的实力把寒德农包括 包括那梁农队的内线给限制住吗 你都限制不住 包括你外线 你不得好 你有说洪明轩和徐杰这种实力吗 你能限制赵击伟 就他俩和在一起都没限制到赵击伟 你说你预论好 就算你限制赵击伟了 你进攻你有什么攻击力啊 你能把新疆都盘成什么样啊 你看赵击伟最后那几个三分 那简直是神出鬼没 我简直那出身入国了 所以说梁农队这赢出赢在手里的球 你们怎么就这么就不自信 该自信家不自信 不该自信家你们跟他下谦虚 所以说这个总决赛现在来看 包括之前赛前的时候 咱从实力上来讲 新疆队赢一场都是赢得最多的 这个总决赛几乎就是4比1结束 最难看的情况下是4比1结束 梁农队这个冠军赢手里了 你们害得呢 谦虚 整场比赛三分之命中一切达到28% 那不是新疆队投不了 而是后背线运转的不开 所有投篮都是强头 齐林那三分之多强啊 你在新疆队你在后背线运转不开的情况下 你阿布特萨拉姆 你不可能持续进攻 你又不是勒布朗詹姆斯 你也需要一定的接球 你接不了球你想自己打 所以说阿布特萨拉姆别场比赛 发挥的很一般 你包括内线 你更发挥不堪了 所以说本场比赛 梁农队是赢得实质名贵 提前恭喜说梁农队 赢得这个系列赛也是十捺就稳的 包括第二场主场一样是抗拔窃窃窃的赢 赢就算赢也是很 最多就是艰难的赢 新疆队咱起码的时候咱防守能上来 但是你上来上不来 不要广东队这种防守 广东队周袭的马判断就是防死 直接招机尾 俩人一起合力掐 能给这个梁农队掐死 那最后就杀出个骑兵和刘彦宇 包括丽胡义他们 你说你新疆队你怎么掐 问题是你掐死 你攻也攻不进 所以这个系列赛啊 我相信那个梁农队三连贯 几乎就是稳了 还有很多梁农队跟我提谦虚 拜人品 你蛮真实的 我该谦虚还是不谦虚 自作聪明啊 所以说那个整个系列赛 我相信梁农队下场也会赢 打得非常轻松啊 整体比赛说 没有什么难度 那个新疆队运转不开的 后背线不行 你缺少招队 你创造力不行 在梁农队将死的情况下 你创造力不及梁农队 包括内线你也守不住 在防守梁农队反而能反制你 所以说梁农队这个系列赛啊 几乎是赢了 三连贯拿到手了 本场比赛 战神新疆也是实施名贵 也是恭喜梁农队 迈奔着这个三连贯 再进一步 只要说梁农队说 不出现大的伤病 不出现大的骄傲问题 说不认真对待比赛 都是不可能的 咱们都是两连贯的选手 还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所以奔着咱们三连贯 迈进坚实的一步啊 希望咱们下场 接着延续这场得发挥 越大越好 来说梁农队